如果昨天就让心一心对视 是否今天还有我和你交错 扬起你脸流星瞬间划过 梦醒时人生没有如果 想象某天感觉受与受处 我的心会为你紧紧的赤裸 告别了许多日出日落 重逢时也许不错说说 美好的灰有木楼 我用月光潮行的孤独 来回为你曾经的好曾经的苦 曾经的泪水 点点你的都是幸福 这是行走欧洲的一本书 对你有帮助的 到时候看看 这是我家钥匙 拜托了 主要是那些南花 你最好一个星期到十天左右 一定要交一下 拜托了不好意思 你放心我一定能照顾好 我这次走的时间比较长 要三个月呢 我都怕我不习惯呢 你到了德国一定要到汉堡和慕尼黑 你哪儿一北河也可以游一下 那巴黎啊你这有一角 家庭有那个什么你知道 有那个啤酒馆闹 你只要一拧开 哇那啤酒连目带球啊 还能处溜 是吗 哎呦你想喝多少喝多少 但不是白喝啊 他是肯定那个鸡鸡表是肯定 还有这个对塞纳喝 那你别白天去 你晚上去 晚上时候吧 他那个灯啊全开了 那灯的亮了 同亮同亮跟白天似的 还有那几百年的建筑 你人要在你一个照相 跟小蚂蚁似的 我讲怎么呀 谁让我就去过英国 其他地方都别去过 我都是看这本书看到的 所以你真得看看这本书 这本书挺有帮助的 富贵竹 这龙骨我也喜欢 你说这个 嗯 什么竹 我也说 好幸福了 哎 海燕他们女儿俩来了 哦 这是寒羞草 你动它一下 咱们上去问个好啊 哦 走吧走吧 哎呀 贝贝 哎 杨树 哎 贝贝叫爷爷好 爷爷好 哎贝贝好 逛花是啊 嗯 正巧我们也是 这不碰上你们了 我和你阿姨呢 一起来邀请你 到我们家去过节 这是你阿姨的主意 你看 你阿姨一见你啊 就赶过来了 嗯 谢谢杨树 这次可是你阿姨真的想通了 你看她亲自来请你 这个面子 你怎么也得给啊 是吧 对 是 它是 好 唉 鲜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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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鱜河 鲜河 鲜河 鱼 鲜河 小兰花 你真对得起我 都两个月了 还在对我笑 把钥匙给你吧 要么还是放在你那儿吧 为什么 以后我万一要是忘了的话 也好有个备用 好 那我就留下 老杨 来 喝杯水再走 传在这间你啥 我喜欢这件 今天老宗志都在台上露露面 我知道你喜欢这件 小女儿买的嘛 另外还能让你想起朝鲜战争 我知道 你只是都是你张发表 这醋单子还没吃完呢 早吃完了 能让你留个纪念品 阿上写回忆录 让它写进去 怎么样 我够高尚了 高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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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吧 好 等等 大梏 杨老 这台上的位置比台下还多 你看 一直排到侧幕里面去了 这也是咱们中国的一道风景吧 老少四代四十同常 很兴旺了 你几号 一排九号 我出去你先坐吧 干嘛呢 您怎么着 坐这 这么多人 不得好还找不到座位 咱们还没找到 阎老 请您就坐 好好好 我们的生活 一年年好起来 感谢老同志 对我们的支持 祝各位老领导 健康 健康快乐 会议结束之后 为大家准备了一场精彩的演出 希望大家好好观赏 他们居然把你给碰 忘了你就不上去了 我要是不计较呢 当然就不上去 我要是真的计较呢 就更不会上去 所以我跟你说过 所以我跟你说过 人一走 差就凉 这句话一点都没错 太不上话 我去上个厕所啊 老杨 你怎么了 里面太闷 我出去走走 你甭管我啊 去看节目 一会儿有北京名流来演出呢 你不看 我也不看 这么乖 你跟着我干什么 我才不乖呢 我是看你在主席台上找不着位置 我怕你心里别扭 不平衡 我才追出来陪你呢 有什么不平衡的 我就那么小气啊 我就那么在乎那台上 有没有我名字啊 没有我名字又怎么样了 他们把我抛弃了又怎么样了 我不是赵有存在啊 你怎么这么看着我 我可不希望你这么敏感啊 老杨 其实我处处都在关心着你 你不需要我的关心 也就算了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 我真是自作多情 我这干什么没有我 妈妈 我对不起你 我确实有点激动 我得承认心里特别不平衡 好像被世界抛弃了一样 如果我在位 也不会出现这种事情 这人走茶凉 也不能人走灯灭 有生以来 第一次受到被人蔑视的事 我比杀戮还难受 妈妈请你原谅我 老杨啊 你应该知道 现在你在不在台上 对我和孩子们来说 一点都不重要 对别人来说 也根本无所谓 台上这么些人 多一个少一个 又有几个人注意他 这人生啊 有的时候就是过不去 自己那大坎 平时我还总用一句话 激励着我 能上能下 荣辱不惊 你看这一点委屈都受不了 快谈什么荣辱不惊了 你啊 最大的长处 就是能消化自己心里的疙瘩 你这是聪明人 知我者你啊 现在没事了 过去了 我算了算了 这一生有四次 这一次应该对我出动最大 四次 什么四次 你把我都搞糊涂了 糊涂点好啊 走不咱们 回家 陪你看节目去啊 现在啊 都没座位了 牛志浩旁边肯定有个位子 他肯定给我留着呢 我也喜欢坐在旁边啊 让他盯着我 好过瘾啊 牛志浩 他盯着你 那牛志浩有三只眼 有一只眼的总是在盯着我 我就是走到千里之外 他也得盯着我 他盯着你干什么呀 盯我 盯我连结不连结 盯我是不是口是心非 盯我 退下来是不是潇洒 其实啊 这有人盯着也是好事 这么多年 没出什么错误啊 还真有他牛志浩的功劳呢 走 看节目去 我和我的祖国 一刻也不当欢歌 无论我走到哪里 都留出一首赞歌 我歌唱每一座高山 我歌唱每一座高山 牛牛吹烟 小小村 谢谢你给我占了个位子啊 传一道德 我最亲爱的祖国 我永远见一座年 老妈 坐到我这个位置了呀 我喜欢爱着你坐 我告诉你啊 看我可是白浪费精力 台上多好看啊 我们已经同专家进行了论证 疏通郡河上游工程全长40公里 可以直达青汇高速公路 并通过支流直通入海口 疏通工程的预算是两到三千万 建一座码头需要一千万 将结束郡山有河无水路 有资源无出路的局面 各位省领导 可行性报告和资金预算 我们已经上报到了省里 请领导们相信 我们能够化腐朽为神奇啊 这条河 害了郡山百姓几十年 我们收到了许多的人民来信 他们在等待着我们 能够创造奇迹 马上就要到青河镇的四伟村了 路会越来越不好走 一会麻烦各位领导 死了下车 爬跑山路 没什么问题 细如牛毛 飘飘洒洒 飘在果林 点红桃花 撒在树梢 染绿柳崖 撒在树梢 染绿柳崖 朱市长 您怎么一打个招呼就过来了 我陪着省里领导随便走走看看 我们这穷山沟实在是没什么好看的 那这样你们先进屋坐好吗 好 您忙 您忙 你先坐 落在田野 滋润庄稼 落在田野 滋润庄稼 降在池塘 唤醒青蛙 降在池塘 唤醒青蛙 好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 放学 你看我这太乱了 快请坐吧 快坐 不可以 李小长 您不是姚族吧 我不是姚族 我丈夫是姚族 所以我也就按姚族的习俗 给自己绣送老衣服 你看我的绣工 差远了 比真正的姚族姐妹 那没法比的 我老婆在家也给我绣啊 快大家坐吧 妈妈几岁了 叫什么名字啊 这只小斑鸟是你的吗 我刚才看到你 好像在和这个小斑鸟说话 阿滴阿妹飞得高 飞到天上赶银银铲 这是我小外孙 好吗 宰宰 刚才客人跟你说话 你怎么不回答呀 你不懂礼貌 山里孩子就这样 待会儿给他喂点水 以后记住啊 家里来客人 要问人家好 听见了吗 这个老师叫什么名字 李蔚来 怎么了 好像在哪儿见过 他是八姐妹小合唱队的 是不是 您看过他演出 难怪 下面怎么打算的 还没想好 找阿山聊聊吧 他挺在乎你的 又不写了 爸 这个假期我要玩个痛快 玩个轰轰烈烈 怎么个痛快 这是我的秘密 反正会非常有意义 你有什么打算吗 我天天有鱼 天天有肉 就是天天过年 最痛快的就是 把宝宝和贝贝接来 享受我 又当外公 又当爷爷的千文之乐 就挺好 哎呀 那就对不起了 我这个假期 就不陪您享受 您的天伦之乐了 啊 你这家上哪儿去了 我呢 说远不远 说近不近 就在中国 啊 单位要旅游 要组织活动 比这个都重要 走了 拜拜 挺漂亮 也挺亮 啊 哎 走吧 哈哈 哎 我来拿吧 哎 我来 我来 累吧 很累 走 去哪儿 那还要问 去你最喜欢吃的地方 解解柴 行 两位打包这吃吗 在这吃 需要点什么呢 三个汉堡 十顿鸡翅 两个可乐 两个巧克力圣诞袋 两个手条 好了 一共吃137块钱 请两位稍等一下帮你备一下 你准备把一年的饭一餐吃完 我清楚的记得 在我15岁生日那天 我父母带我来吃肯德基 我没吃够 我知道 这对我们家来说 已经够奢侈的了 所以我当时 暗暗下定决心 等我自己挣钱了 一定要吃够 每次回来都还一次 好好吃一顿 那你就多吃点 送你的 挺好玩的 难买的 我自己做的 真的 从山上挖回来 把没用的支撒砍掉 涂上漆 这是我最满意的一个作品 你呀 应该当个艺术家 倒是挺有感觉的 以后啊 你会发现我更多优点的 来 吃吧 来 好 时间过得真快 去年就好像昨天一样 又一年了 可不是吗 再有半年 我们扶平山就够了 嗯 我都算过了 还有三个月零十二天 你跟我姐夫就回来了 这个假期我们怎么过 我早就想好了 咱们去旅游 去云南那边 去丽江大理 鲁骨湖 呃 女儿国 怎么样 二三 我们出去旅游可以 可有一个前提 必须你叫我家都同意 啊 一定要通过家里吗 那当然 否则我们玩不好 你错了 让家里同意 等于咱们自己放弃了 我觉得 要玩就玩个痛快 我决定先整后奏 你呢 干脆就别回家了 你想啊 如果要是真的家里同意了 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啊 头发都熬白了 所以我决定 咱们应该做回自己 把世界抛在脑后 咱们今天就走 玩它一个礼拜 怎么样 妈 你怎么回事啊 你怎么能放它走呢 我没有放它走啊 它先斩后斗 你看看 我根本不知道 你看 这怎么办呢 爸 这就是你惯叹的结果 连你也不尊重 招呼都不打 我们家怎么能出这种丢人的事 你看 真是 别着急 也许她跟单位同事走了呢 我敢肯定 肯定先跟那个小汪走了 这 这怎么办呢 您还不信是吧 我打个电话上小汪家问问就知道了 快 喂 是小汪的妈妈吗 我是养警上的姐姐呀 我想问一下 小汪单位是不是已经放假了 没回来 三天了 您别怪我多嘴啊 我告诉您 小汪拉着我妹妹跑了 我妹妹也没回家 我跟您说呀 我们家是绝对不允许出这种事的 我爸爸妈妈都已经急得快犯病了 他们两个呀 不可能生活在一起 这事 你们家得管 当然了 我们家也得管 是是是是 您儿子老实 您儿子老实 就干不出这种事了 到底怎么回事 再明白不过了 那个小汪 拉着井上跑了 两个人同居了 别说的那么难听 她是你的妹妹 不留点面子啊 面子 她给我们留面子了吗 给您留面子了吗 这个杨锦上 平时啊 不作则疑 一做就做绝的 您不是说她乖吗 这才乖吧 乖得很 做出丑事来 给我们一家人担着 我告诉你们爸妈 这次啊 绝对不能放过她 这个小王 太不像话 带着我小女儿 干这种事情 妈 你尝尝这新鲜的橘子 他们都说特好吃 喂 是我 明天 明天我们去 我带女儿一块去 我还要带几个 我亲手做的小菜 让邓婆婆尝尝我的手艺 好 好 明天见 我真为你感到悲哀 要去你自己去 我可不去那人家 阿峰 我不去 别过分了 就不去 妈 妈 妈 哎 一大早是出去买菜去了 没有 不是我买的 是一个漂亮女孩 给送来的 她说是她妈叫送的 哎呀 这女孩长得可真漂亮 高高大 哎 这女孩说呀 她和她妈 要到咱家来吃饺子 可是呢 她外婆病了 今天呢 就来不了了 我等下回再说吧 对了 建国两口子今天回来 咱们饺子照包 哎呀 你说她们对我们这么好 还点什么理呢 哎 我想好了 我今天呢 多包一点 薄皮大馅的饺子 你给他们送一份去 他们指定爱吃 哎妈 今天馅我来货 我货的馅 十里以外都能闻着香味 你货的不行 妈我来货 不用不用你货 妈你让我货 不用妈你让我货 我货 我货 你让我货 好你货 我们来了 来了 哎呦 叫太奶奶 太奶奶 哎呦 爷爷 哎 快 叫太奶奶 叫太奶奶 太奶奶 叫爷爷 爷爷 好贵啊 奶奶 我今天这气儿真不顺 我们邻居那小妖精真讨厌 我每次从他们家门口路过 我心里就躲得慌了 你说我倒霉不倒霉 今天我又碰上那小妖精了 阿萍 你张口闭口妖精妖精的 你怎么这样喊人家 我叫他们母女俩妖精 我还是客气的 你没听别人 还喊他们是狐狸精呢 用姿色够一男人 这不要脸 我过去看了一个古装戏 一个空官判一个桃色案子 是这样说的 面若桃里 必不会有冷弱冰霜 不冷弱冰霜必有奸情 妈 你是搞妇女工作的 这种夭人的事太多了吧 来 包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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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好 走 包饺子 来 走 走 我去找谁吧 走 走 贝贝 来 包饺子 包饺子 走 走 走 宇俊 宇俊 是你 快到屋里坐吧 好 你给我们家送去那些东西 我妈呀 包了点冻饺子 让我给你送来 真客气 这种薄的饺子 好吃啊 对了 这个凉菜啊 是我亲自办的 葡萄味道怎么样 你尝尝 我小味道会不错 你一块吃 你看 让你亲自跑一趟 谢谢了 你练功呢 早就不练了 这练功服啊 也当工作服了 阿方 快给叔叔倒点茶 不用不用不用 我回去了 赶紧把冻饺子冻上 好 你别走 别走 家里还有点事 你这就走啊 我走 再坐会儿 不了不了 我走了 对了 这个凉菜啊 是我办的 你一定要吃啊 回吧 好 看我慢带人家了 怎么能让人家坐能板凳呢 妈 我敢说 他不仅爱你 你也爱他 你胡说 他这个人是当官的 看人的眼神居高临下 而且已经习惯了 他外表看上去很憨厚 但骨子里很狭隘 他极其爱面子 已经到了虚荣的程度 而且他这个人很穷 还要装出一副有钱人的样子 别说了 你总是把什么人都贬得一钱不支 看妈妈谁回来了 贝贝 有救人啊 爷爷好 哎 贝贝好 来来 上爷爷来 来 贝贝 这是奶奶给你的红包 拿着吧 奶奶给的 拿着 看来咱们小贝贝是不爱才 爷爷拿的 涫 爷爷 我想回去 你送我回去吧 建国 那你就带着孩子回去吧 好嘞 走 来,贝贝,姑姑送你回家 原来我今天叫贝贝来,就是为了你 我觉得你们祖先俩呢,应该改善关系了 你看这孩子,他不认我呀 我有什么办法 算了,贝贝的事啊,都算了吧 现在关键是锦上 都已经六天了,他今天再不露面,爸,我就要报警了 我回来了 爸,妈,姐,你看,我给你们带好东西来了 这儿有好多地方的特产,特好吃 宝宝,小姨想死你了,给你带好多好玩具 你跟贝贝一起玩啊 爸,哎呀,哎呀,天还挺热的,我还挺想你们的 怎么了,怎么不说话呀 爸,您别那样看着我 我知道我这么一走会引起轩然大波 没关系,我都已经准备好了,来吧 你们骂我吧 怎么不骂呀 很气愤是吧 我为什么会先斩后奏 因为我知道你们会反对 与其被你们反对我走不成,还要挨一顿你们骂 那我倒不如回来以后再挨骂 我跟小汪分科会三年了 如果我们感情不牢靠的话,肯定会分道扬镳 但是首先是我做不到 我知道妈跟姐都想让我跟她分开重新选择 但是我告诉你们,这么长时间了,小汪在我心里仍然是唯一的选择 不是好歹 小汪正直善良聪明上进,他值得我爱 你们别老跟我提什么门第不门第的 那些东西在我眼里一钱不值 我才不会像有些人那样,眼睛只会像上凡 人都往高树走,你偏要往低树走 你忘了你自己是什么人吗 人格上,大家都是平等的 我最讨厌那些世俗的臭观念 我就是要跟小汪在一起跑,我跑得远远的 我还永远不登这高门坎的家 爸,我知道只有您最了解我,最支持我 您可是亲口跟我说过的,三年之内我跟小汪感情不变的话,您就成全我 您可是一向言而有信的 你太有理了,你做了丑事你知不知道 男女私奔是丑事,对我们家来说是伤风败俗的事情 什么叫丑,我一点都没觉得我丑 我跟小汪正正当当交朋友,正正当当相处管你个屁事啊 我就喜欢跟他在一起 我长这么大了,我有我的自由,你们谁都管不着我 阿珊,我一直很信任你,觉得你通情达理,办事得体 这次事情,我觉得你不计后果,感情用事做得太离谱了 我以为你这次回来呢,能向我们大家承认过错误 没想到你还反而强词夺理 本来我对你和小汪的事是不反对的 你现在弄得我很尴尬 我现在当了全家的面 我觉得你别和汪西军再混下去了 从明天开始,你在家里写检查 哪儿也不要去 写检查?写什么呀?我根本就没错 这里不是您的办公室 我也不是您的办事员 您刚才说的话,同样令我很吃惊 您说一套做一套,乖一套明一套的 您知道我一直把你当成我的偶像 我现在告诉您,您对我的约束无效 我不写检讨,我也不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我现在就走 你把一个没结婚的女仔带出去好几天 这是犯法的呀 而且你带的还是一个我们不敢高攀的小姐 人家说,你们做了伤风败俗的丑事 败坏了姓杨的人家的名声 你怎么糊涂了呢? 那姓杨的小姐怎么那么让你放不下? 当初,你不是答应过我同她断了的吗? 我要你马上同她断绝来往 这次一定要断干净的 拿出我们汪家男人的志气了 我们世世代代清清白白做人 不许他们小看我们 我跟家里人闹翻了 那你爸呢? 我爸 他本来是家里唯一的理解者 我不知道怎么了 他这回都不让我跟你在一起 我们有什么错误吗? 不就是出去玩一次吗? 怎么了? 我也没想到会闹成这个样 我们怎么办? 我就不信我们冲不泡这道网 怎么冲? 你说怎么冲? 我也不知道 也许我妈妈说的对 得不到家庭承认的婚礼就不会幸福了 我妈妈给我下了最后通牒 让时间来考验吧 时间考验?考验什么呀? 我们的感情还需要时间考验吗? 老师 老师 我顶不住了 你给我一点时间 让我好好想想行吗? 我知道你难 但是我希望你知道 我是爱你的 我希望你知道 有一个女孩她的心 永远是跟着你的 好 阿盛 这也是我想说的话 阿盛 这也是我想说的话 我希望你也没有想帮我 你能试铁不住 我从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总在我固定的蓝天 一白鱼一样更清淡 习惯你默默地陪伴 忽略你我原来如此遥远 直到那沉闷的雨天 有一些倾诉的雨夜 我看见灰色的云火 那可是你不顾隐藏的脸 何个天空雨似绵绵 让那香清淡清淡的灰烈 说一声请你不要走远 不知道你是否听见 我看见灰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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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顾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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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顾随着